一个世纪前 因为棒球 让花莲阿美族的高沙棒球队 首度飘洋过海进军日本 也让日本人对台湾野球的实力刮目相看 二次战后 因为棒球 让台湾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获得精神寄托鼓舞士气 更因为棒球 让台湾在七年代戒严时期 风雨飘摇的外交处境中 成为少数出国的通路 也是台湾人在国际间扬眉吐气的契机 面试机前的您应该记得当年 家家户户 深夜凌晨守着黑白电视 越洋转播 摒弃宁神的期待 每一投每一棒 会向世界冠军的历史时刻 在7080年代 台湾将比赛当战争 把打球当打仗 只要赢了球 就是民族英雄 聚国同欢 继续台湾演义第二个单元 要带领您一起进入 台湾棒球三冠王的 骄傲年代 达野二十四号 中华少年棒球队和美国西区代表队 在全场关注欢呼声出 开始1969年世界少年棒球锦标赛的争霸战 1969年台湾进军世界少棒赛 由于是首次参加得一组明星队 集合全台少棒精英的台中金融队 先打败日本取得远东区代表权 然后前往美国威廉波特 第一次参加世界少棒赛 就以三连胜夺得冠军 比赛结束了 中华少年棒球队终于以5A比0的成绩 荣获1969年世界少年棒球战主要 胜利的欢呼 挥舞的国旗 棒合着无数激动眼泪 包围着中华小活手 弥漫在整个的棒球场 我拿到冠军以后 很多华巧边唱国歌边掉眼泪 那些留学生也都如此 他们都跟我讲说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出一口气 我能够在美国的面前 能够抬起头来 那我们是第一个大会 大会有安排 比赛结束以后有安排到 华盛顿跟稻妮宇去玩 那时候当然对我们来讲 其实能够到美国去参观白宫 然后也到我们那当初 在美国的大使馆双向远 他们也准备了很多的中国料理 请我们吃 回国后 领着世界冠军头衔的金融少棒队 更受到热烈欢迎 车队经过中华路 中山北路 南京东路 到中华路 人潮更为庸致 中华香肠的当家 都挂起了一长转一长转的鞭炮 欢迎小英雄们 通过来第一天往这儿 每个人分配一部寄负车 然后父母亲都坐在后面 然后游行台北市街头 经过中华商场的时候 那时候二楼的群众掉下来 因为太紧了 人太多了 二楼掉下来 结果没事情 因为底下还是很多人 因为陈鸣那时候的蒋公 在鸭面山的中山楼召见 那我想那时候对很多人来讲 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金融队夺得世界冠军之后 台湾掀起哨棒热潮 隔年1970年 嘉义七虎队 在日本拿下远东区代表 表拳回到嘉义 民众夹到欢迎 鞭炮声震天响 一款船鞭炮 使嘉义变成一个防热 全国现场的人 像14岁的人 14岁的人 来到国家村里面上 所以很贵民地補充 这14岁的国家村里面上 都会理解 如果他们说 各地的地方 他们自己的地方 都会理解 当时那个环境 其实当选国所 你可以看到 南部七星人士就已经很轰动了 当时受重视的程度 比考上台大 好像真的困难千百倍吧 我觉得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就是觉得 好像 让整个祖先都沾上很大的光荣的那种感觉 由于备受重视 从1970年七虎队这一年起 台湾的电视台也决定 开始越洋转播 在美国的世界少棒赛 因为时差的关系 观众得半夜爬起床 收看转播 一旦赢球 大街小巷燃放鞭炮 在当时成了全民运动 转播的时候 台湾呢 如同防空演习一样 防空演习还有人跑来跑去 根本没人跑 大家都聚集在有电视的地方看电视 像是火车站啊 电启航啊 所有的人通通聚集起来 看上网比赛 比防空演习啊 更肃静 但是在电视机旁边 就是最为热闹 但是第一年的越洋转播 并同步实况转播 因为前一年 1969年 金龙队在威廉波特出赛时 台独联盟曾在观众席上高举 台湾不是中国的标语 和国民党人士引发冲突 因此外交部特别要求 电视台严格监控 避免拍摄宣传台独的镜头 并让转播时差 延迟6到7秒才出现 但是嘉义七虎队这一届 到美国寻求未免 最后遭到挫败 落居第五年 棒球掀起热潮的年代 也正是台湾的外交谷底 1971年7月 美国总统尼克森 宣布将访问中国大陆 国民政府在国际的合法性 遭到质疑 使得继七虎队之后 出征世界少棒赛的台南巨人队 更成为台湾人在国际舞台上 揚眉吐气的寄望所托 出国之前 小国手们一点都不俗信 不断地加强守备和旺盛的鼓 坦白讲没有出过国 那时候出国也不容易 那时候记得是搭707的 滑航707的 在松山机场 讲很天真 台湾的天空这样 美国不知道有没有天空 也不知道有什么国际换日线 也不知道有什么时差 那时候刚好